Son of the beach 即是太陽下的沙灘 你知不知道除了看保機制 香港越來越過份 政府搞什麼呢 就是網上惡搞都叫侵權 大家有所不知 就是過往所謂的侵權 第一是跟商業有關係 第二呢 就必然是跟公司 自己感到受冒犯 才是作出商業的訴訟 但是現在不是政府賤 他現在知道怎樣呢 就是他現在開始 就是說政府就算你 惡搞完任何的事情之後 政府都有權主動 當你一個刑事的侵權 去控告你 那就大劑了 明明民事變成刑事 其實說到底是做什麼呢 就是要勒緊我們的頭 不讓我們去批評政府 過往我們這麼多年裡面 或者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我們用我們的創意 做次創意 就是把一些政府的歌曲 去改來諷刺政府 這些都是我們創意的表達 為什麼會口吱吱的呢 這些創意的表達本來就是 我們這麼多年應有的權利 但是現在政府害怕 怕這些次創意 或者第二次的創意 造成它一種的冒犯 甚至是一種的挑戰 因為它恐懼我們人民去批評它 和諷刺它 好了 這個網上惡搞 其實也是一個很嚴肅地說一個 是一個真真正正的 23條上台之前的一個危機來的 大家是一個警號來的 所以不要忽略更加不應該是 忽略了在網上惡搞的事情 認為不關我的事 因為所謂的網上惡搞 都是我們平常的熱頓自由 雖然你上網 或者不上網的朋友都要知道 大劑了 現在越鉗越厲害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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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反抗 你就會被人強姦 網上惡搞 就是我們侵犯人權的 第一個方向 大家出來反抗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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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久 我們也如果是卡住了 特地行程